最近说过几次种子 现在是2月份多伦多 发现喜欢从种子开始的朋友还真不少 今天要说的就是菊花类的花期特别长的小会儿 先来看看这个 如果你家里要是有这个 这叫黑眼苏珍 苏珍 这是菊花 这个我们也喜欢叫它菊花的一种 你家里要是有这种花的话 肯定说这有什么种的到我家挖去 但是从种子开始有独特的乐趣 另外一个很多人不认识你家在哪 其实再解释一下 如果家里有这种花的话 肯定觉得这个跟野草一样 除不完小心点小心为妙 但是对于从来没种过的话 还是有很大的好奇是不是 从它的价钱看 你看一块八毛九这是最便宜的花了 说明它什么呀 容易种 越便宜的花越便宜的种子 既容易发芽又容易种又容易开花 你看还非常耐寒 Zone 3 耐寒三区 不仅有那么多的容易还开花多 你看这个照片呀 很多这上面看的花都是摆拍出来的 但是这个很容易就达到这种效果 这个花之所以得名是从它的英文翻译过来的 Black Eyed Susan 黑眼苏三 这个上面告诉你了哈 我们要学会认识它标签上说明全日照 那么这小花呢会有28寸 也就是70厘米高 旁边画的剪刀什么意思呀 适合插花 这个上面写着发芽的时间是7到20天 如果是条件合适 比如说室内育苗 一周左右就能发芽 如果你要是剥在户外的地里的话 就要花更长的时间 但是在多罗多地区 花园里它自剥的情况并不明显 或者说它的繁殖主要不是靠种子 而是靠什么 它会根部 不能算是串根 但是根会越长越大 根盘越长越大 可以分根 和黑眼苏三像对应的是 Sasta Daisy Sasta Daisy有很多品种 这个叫Alaska 阿拉斯加 为什么呀 因为它花多 花蜜 花期也相对较长 这两种花期 这个可能要先开半个月 花期都挺长的 有一个月左右 特别是刚开完第一波花以后 你剪掉开败的花 它还有机会开第二波 因为它开的早 它有时间开第二波 为什么把镜头又给它了 我突然又想起来一件事情 如果你加重这个的话 最好在它开完花以后保留它的花头 虽然在它不是安省的本地的花 但是本地的小鸟喜欢 特别是finch 一种小黄鸟 冬天就会站在这个种子头上 而且它的特点就是冬天的种子头不倒不败 不是残花败蓄 它会坚挺在那儿 让小鸟站上去给它们喂食 所以它也是两季的花 夏季看花 冬天赏鸟 这种小菊花呢 它也是靠风根来繁殖 虽然种子很容易种 和它是一样的 但是不说但是了 今天还是说种子 种子第一年它就能开花 莫莫有很多种子 第一年就能种成一片小花坛 但是这个问题 这个花它也有问题 什么花没问题啊 咱们先说它的问题 再说它的问题 它的问题是什么 是容易倒俗 所以要给它阳光充足 土壤相对要贫瘠 你要是太富 太富含有机物的话 它长得很高大 花开得很高大 一下雨 有的时候没下雨呢 它就倒了 而它的问题呢 就是串根 就是根太发达 它不算是串哈 根不太发达 越长越多 会把你整个花坛占领 其他花就没地方了 所以呢 每年要清理 再来说我最喜欢的小菊花吧 这种花还有俗名叫地毯花 Blanket Flower 红色Magic Ride 是不是很吸引人 还加上黄鞭 最艳了 和这两种比起来呢 它也是第一年开花 但是花期特别长 长到什么程度 从它一开始开花 一直到霜冻 开花不断 而这个基本上就是一茬 如果你要修剪它的话 这两个应该是类似的 你要是在第一期花完了以后修剪完了 它能还开第二波 虽然花不够多 但是呢 它如果条件合适 比如阳光充足 水斐充足的情况下 它花开不断 而且开满了 就是这个效果 开到能让你错以为它是假花一样 那么它也存在同样的道理 就是在它花开完开半以后 不让它截子 要把它剪掉 这样的话促使它开第二波第三波 没完没了 一直到霜冻 和这两种比起来呢 这个比较矮小 可能最高 也就是30厘米左右 所以不是说选择最棒的 最好的 而是搭配 这里还有各种各样更多的菊花 通常我们叫它向日葵 日葵的花很大 有几个我种植的小经验 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些向日葵都是可以盆栽的 哪怕是阳台朝南朝西 阳光充足 你就可以种 不同品种的向日葵 它的高度也不一样 在你选择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高度 这都写着呢 相信中国的朋友会觉得它 结子的时候全被小鸟小松鼠把瓜子吃了 但是我们看的主要还是花 和小动物们分享不是也挺好的吗 另外一个就是它大花 它的植株也大 很占地方 那么如果你要是让土壤贫瘠的话 它的花就不会 它的整个植株就不会那么高大 会控制它的尺寸 或者盆栽也可以控制尺寸 还有就是这些花很大 一定不要让它遮住了其他植物的阳光 在种的时候就要选好位置 靠后站 看看这个瓜子儿 没几个瓜子儿 还有多种组合 我觉得这个挺划算的 但是你知道吗 最划算的还是去一元店 大概也就是一两块钱 一大包一大包瓜子儿 非常好 是黑色的黑瓜子儿 既可以直接喂小鸟 也可以种很多的瓜子儿向日葵出来 好啊 这几种小花就说这么多 你喜欢哪一种 欢迎在下面留言 谢谢收看 咱们下次见